COP COMPANION COP COMPANION COP COMPANION 大家好 歡迎收看 M&A的頻道 今天完成了一個大創舉 就是我這一隻 吴空ZR JR 差一個 就100% 就是這個 好,我們一起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來吧,100% Yeah,看到嗎? 漂亮多少?彩虹的顆星 其實我算是打了很久 因為我是很斜地打 我是斜到… 好,我只是為了這隻老解王身 我是很斜地打,幾天才打一局 對了,最後終於都可以了 我今天就是想來試一下他的威力 不會隨便拍… 就是隨便拍他前解 今天就來打一局了 就打這局了 打這局果之打 因為我之前沒拍過的 其實我打贏了 因為你會看到我DK了,果之打 對了 其實我怕我背景音樂太大聲 還是小聲一點 小聲也不如一架吧 好,就這樣吧 我不想太大聲 對,其實威力快有點慢 所以等一下 在混合隊友 對了 看這張先 不要這張 我其實還有一些好一點的隊友 這張 不是的 我看到我有一些好一點的隊友 沒有的 為甚麼又是… 我有很多張果之打的隊友 沒有的,真的只有一張而已 就算了,我選擇這張 好,開始 來吧,一起看看我那隻 20會心的悟空JR 100%技,100%潛能解放 的威力是可以去到哪裏 我相信呢 都不刷的 還有我之前都說過 這一張是一定要刷的 大家是一定要刷的 是沒有理由不刷的 因為它送老戒 這個都是吸引的地方 它還是一張平民卡 是屈肌的平民卡 重要 對,一張超屈肌的平民卡 重點是可以免費幫你滿等 滿忌 滿潛力解放 是一張 很屈肌的卡 所以一定要刷的 但我現在拍的這段時間 基本上剩下兩天 如果要刷就快點刷 我 我 衷心 祝福大家 可以刷到 對 這裡兩隻果絲打 基本上他們兩個都死定了 其實我那張就比我朋友那張的 但不知為什麼 放頭了 不過算了 其實是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都要死的 基本上 丟過去吧 其實這一關呢 我 咦,他出標了 五萬 其實應該說一下 我對野的那個構思是怎樣 對了 我打完這裡給大家看看 這樣就輕鬆打人家一關 之後就是 體素五天格斯 說一說我為什麼要戴 這張 其實這張我為什麼要戴呢 因為他 第一 他30%血以下 他可以緩滿血 還有是一張 可以氣絕的卡 雖然這一關 他皇關是 防了氣絕 和封B 但我想頭三關 帶得輕鬆一點 所以又帶他 還有 他有一張 六康史空間的 卡 所以是一張超屈技的卡 那 比達 這一張呢 就是可以 扣別人15%防 對 所以是屈技的 還有可以靠別人15%攻 因為其實皇關 如果你不吃道具 你是不可能棄絕到 和封B 到他的 所以你基本上要硬吃他 任何一下攻擊 在硬吃他任何一個攻擊的之下 那你唯一做到的 就一定是 就是 減去攻的了 就會輕鬆一點 對 其實這個位置很危險 我覺得 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吃燕羅王 因為我想 其實我這次 真的不是說追求什麼 零食零道具 因為我只是想 跟大家吹一下水 試一下我們不碰JR 給大家看 今天就輕鬆一點 但是你看看這關難不難 其實 我是覺得難的 是難的 因為皇關 痛的 真的痛的 你要硬吃他任何一下攻擊 所以基本上是 根本就是要硬吃 不斷被他打 嘩 這裡出技 好想吃了燕羅王 不好意思 今天巴士有點沙沙 因為喉嚨痛 來吧 來吧 這裡我應該 我什麼都不懂 來吧 大家試一下 五空JR的威力 20會心 基本上是很大機會會心 但我不知道 其實是實質機率是多少 看看才知道 是否會心 理想 其實我上網看 他那招必殺 都幾痛 其實如果會心的話 都不差 還有 這張悟空JR 好像說是 悟空 悟空那些酸 很多代的酸 然後 回來去找龍珠 是不是 我忘記了 其實 其實這個是一個 如果沒有猜錯 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不是真實的 看不見到 剛才 不犯出來的時候 幫我緩滿了血 你叫我現在的血 是不滿了 這個就是不犯屈記之處 其實他的能力 就好像圍獅一樣 I mean 促成的那種圍獅 一下就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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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張 是不是叫排骨飯 這個就是 我就誣他記的 排骨飯 是 沒有可能 我是沒有可能 要吃道具的 這個位 因為他 他真的很 完全是被我黑了 屬性 基本上是瞄 他就丟掉 剛才不兇JL 就沒有回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機率是這麼低 但其實他沒有回心 都打到 20萬 是不是20萬 差不多 嘩 兩格 基本上他出表 我都沒有所謂 因為 真的不痛 其實我這關不用打的 因為 我已經 DK了 我就是各自打 不過 打完給大家看 因為始終這一關都是 不新關 一定要打的 嘩 50萬 沒有回心都50萬 但是沒有理由 我潛輪解放升到100 我全部都升到回心 但是為什麼都沒有回心 這個是好不好的問題 不要緊 只要有一次回心就已經夠了 丟死了 其實王光是要吃很多道具的 因為他真的打得很辛苦 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贏 原來我應該帶小龍 多過帶炎盧 不過算了 希望我打贏 這裡一定要吃鬼 不用問 因為 很麻煩 這個黑我就是不犯屬性 暫時吃了兩個對句 暫時都是 在我 如算之內 因為 我打這關一定要吃道具 無可避免的 你看到他 左上角是寫著 放 這個封必 和放棄住 所以基本上要眼吃 所以我帶比達減去公仔 這個原因 可以沒那麼痛 但其實都是痛的 所以我打過來 基本上去出必殺 你看 都九成是玩完的 所以這關是難打的 根本上新手是 真的沒什麼機會打贏的 因為我打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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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樣算好 其實我打贏的 吃個鮮豆 其實很難打的 這關 不是那麼容易打的 我打贏的 我打贏的 我之前DG去 基本上是打得很辛苦 你看 悟空JR 觀眾想看看他 他理會心 我這麼辛苦 升你回來 你什麼都做不到 我會很傷心 你不要這樣 在比達減了公之下 他也可以扣萬三 如果不減光的情況 其實你打得很鬆 都挺辛苦的 怕不停捱打 又不會生 什麼事啊 有些小蝦 不要緊 基本上 會不會生 我都可以打贏他 果子打 扔死他 原來剛才是我的角 對面的角 只打出技 而且是我的 他打得很痛 差不多打死我 我覺得很瘋 這個又是吃 先走 其實真的很難打 真是 很難靈石靈道具 靈石當然容易 基本上沒有難度 基本上現在有很多關 但是 可以做到靈石 靈道具就難說一點 丟死他 嗯 剩下兩項 咦 閃避 大閃現場 希望這段片 可以在15分鐘內 拍完 對了 觀眾會悶的 太長 這個真的太長 十幾分鐘 這個位置 我不想反 其實我可以吃鹽羅王 甚至乎不吃都可以 不過算了 真的我懶 真的免得理 這個位置一定是 我想試試讓悟空JR出 但是很難出 這個位置 咦 出到 這樣可以 喂 剛剛好 為啊會心一次 吳空JR 其實這次打得很順 很順 吳空JR的加入 他可以幫我加必殺 還可以減對面防禦 所以打必殺都痛一點 而且他出必殺都痛一點 所以 嘩 為何不會心呢 我證明給觀眾看看 我已經升了二十幾的 看一下 看一下 但是我之前用過他來 就是 就是 我還沒升爆他之前 我用過他來 玩的嘛 就是我用過他來玩幾次 就是那時候是十六的會心 但是我都可以 差不多每次都可以會心 我十六會心 咦我出到D氣了 咦這就是我朋友的那隻 最多給我那隻出啦 我那隻升了會心 有機會可以 打 就是 DK是 就是 量減器呢 再加上 會心應該會很痛 不過算了 給個Fan出啦 給他餵一下 反正我都贏的了 唉 試不到 吳空JR的會心 但是之前十六 會心的時候 我都是 差不多每一夜都會心動 但是不知為何 這次會心不動 所以我想試一會心給大家看 不過 都沒所謂啦 其實大家都看到 他不會心的威力 都可以打得很痛 所以這張卡是一定要刷的 個人認為 對 你們喜歡啦 好 其實 輕鬆的 你們看輕鬆是輕鬆 但是要多吃一些道具 好 就打完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按一個Like 記得訂閱我們這個Channel M&A Channel 對了 按一個Like 就是這麼簡單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下次見啦 拜拜